欢迎大家来到由香港经济日报主办 TOPIC和iMoney协办的这个活动 就是汇聚金融自创未来研讨会 兼香港经济日报企业大奖颁奖礼 介绍一下我自己先 我们今天的思宜方健宜和Kina 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汇聚金融自创未来研讨会 其香港经济日报企业大奖颁奖礼2023正式开始 要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是需要很多结出的有实力的企业 打造我们独特的优势 还有建立很多单行半军 这次表象大会是对结出的企业表示加许 政府在去年底公布了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 从四个发展大的方向 推出多项的政策措施 我好高兴听到 在最近发布的2023年全球初创生态系统报告里面 香港在世界八强的新兴初创生态系统 Emergent Ecosystems里面 排名全球第二 更加是亚洲第一 这个排名对于香港 入于发展初创生态系统的决心是一份肯定 也都体现了香港具备充分的条件 实力可以与世界竞争 也都可以发展成为国际藏货中心 内地的政策取向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何去何从的关键 保持金融稳定和发展金融更好去支持经济 两者之间一定程度是存在矛盾的 要有好的整体策略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才可以两者兼得 所以内地金融稳定和发展 现在可以说是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 我们产学研一家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新出台 很好的机遇 如何在大学里面发掘 我们希望发掘到100对优秀有potential 爆发性的科技企业 和大学业界去做过5050的matching 所以听到这些东西 你说不是黄金的就是白金 但是加上大家要记住 Under 创新科技处 创科局等等的funding 有的funding的种类 是五六十个 五六十个不同的种类的funding 其实一个创科的人在香港 想好好地利用这些funding做事 是很大的机遇 绝对是黄金时代 多谢各位嘉宾的鼎力支持和来临 亦再次恭喜各位得奖企业 我们期待未来的时候 在第二第三届 我们这么多届 可以再次见到大家 多谢支持 各位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